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二十二号到的 二十三号上午十点 复城了 二十三号上午十点 复城了 儿子工作忙 成天也不回来 我呆的也是呆着 后来听儿子说 医院清洁工严重缺岗 我想 乌韩遭受了泽打的拦 我应该走的牧师 所以我就报名当了志愿者 您的儿子 他在这个医院里当医生 医线根本回不了家了 大姨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把您当成保洁员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你这么说我还挺高兴的 这说明我的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对不对啊 小图啊 其实保洁这个工作 看得很普通 很频繁 甚至在有些人的眼里很低微 但是很重要 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你说要是保洁的工作做不好 有纰漏 那医生护士感染的风险就会增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两个是这个科室里最重要的人 我也要为你点赞 真的 我代表吴晗了你 感谢你 大姨 你可真会做思想工作 大姨 那你在老家是做什么的呀 我啊 嗯 我是罗阿婆幼儿园的创始人 你这么厉害呀 厉害啥呀 我那个幼儿园满园才三十个孩子 不过我干了二十多年 年年都是满园的 所以您才喜欢小孩呀 我是真不行 那孩子一哭一闹的 我是真嫌烦 因为你自己还是一个大孩子 等你结了婚生了宝宝 你自然就喜欢小朋友了 那我就纳闷了 就我这表现的 还有人在督导园那里夸奖我呢 是我向护士长建议的 我看你啊有点不适应 怕你打退堂鼓 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鼓励你 大姨 我先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鼓励的话 我今天真就不来了 我跟您说实话大姨 我就是为了有一个地方 能吃饭睡觉 我真没想到有这么担惊受怕 还要受那个小护士的气 我真快撑不下去了 再在这里待下去的话 我估计我得得抑郁症 这么严重啊 那你是不能坚持下去了 大姨啊 我要是走了的话 不就腾出一个名额来了 他们就可以招一个新的志愿者呀 最好是有保洁经验 还喜欢孩子的 到时候不是还能帮您吗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我倒能理解你 那我一会儿就找护士长说去 其实您人挺好的 但真不好意思 确实胜任不了 可以理解 志愿者嘛 必须是要自愿的才行 我让你填的表填好了吗 不用了 我什么都没干 还是要填的 这是医院的规定 这个周末两天的补助 会直接打给你 那打一天的就行 我今天不是才干了一半吗 我正想求你呢 今天有几个患者的状况不太好 可能随时会有抢救的工作 正好有两个病人又要出院 我们实在是派不出人手来送 还是想请你帮个忙 送完这两个病人 正好也到下班的时间了 你把表填好了 交给督导员 这样就算你两天的工作 你看行吗 那 行吧 好 那就先送四十一床的小姑娘 已经跟她爷爷约好了 半个小时以后呢 就在医院的花坛旁边接她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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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着您了 爷爷也想你啊 让爷爷看看 瘦了瘦了 老人家 按照规定 您把孙女接回家以后 还得要居家隔离 包括您和家人 都要注意防护啊 家里就我一个人了 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老伴 我们五口人 就我一个人没中招 你还等什么呀 还不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不用客气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啊 给你们了 小伙子 我们孙女说了 你们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 对她太好了 我今天来啊 就想多看看你们几位 可是就你一个人来了 医院忙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这颗真诚的心 你可得带回去啊 我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 我 我就代表我们全家 谢谢你了 老人家 你快起 我真受不起 我不是医生 我也不是护士 我就是过来帮两天忙 爷爷 叔叔是志愿者 志愿者 那更了不起了 您是从哪儿来的 我东北来的 我提武汉人民 谢谢你的志愿 小伙子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好记住了 就叫我0097就行 这是我在组织的编号 作为一个志愿者 名字不重要 我叫兔子 如果你愿意 你就叫我兔子叔叔 兔子叔叔 其实我也就来了两天 没怎么照顾过您 你待会儿啊 借我一支笔和纸好吗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这个给你 拿着留作纪念吧 这个是我这次 初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我太开心了 谢谢兔子叔叔 爷爷 咱们赶紧回家吧 那我们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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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几天坐飞机坐火车 去哪里都不太安全 我想我干脆就在长沙 多待几天吧 正好这几天我也比较有灵感 我就在酒店 好好地画上几天画 不过我向你保证啊 我一定会好好地注意防疫 不安全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去 朋友 你看到这里 全是满的 是不是 不是 小图 护士长 我想来想去又来了 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知道我现在干活不太合格 但是我已经想好了 我好好地向罗阿婆学习 那你可没机会了 不是 你们要是招到新的志愿者 我可以不占名额 我不要补助 不是这个意思 昨天工作太忙了 罗阿婆跟我们医治熬到夜里 突然犯了心脏病 什么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别着急 已经脱离危险了 就住在酒楼 实话告诉你吧 小伙子 护士长啊 这正跟我要人呢 你今天要是不来啊 我们整个六楼 就一个保洁员都没有了 那我就有用武之地了 新来的还得熟悉 你怎么也是干过两天 就算有经验了 那我就代表全科 谢谢你能继续坚持 不用谢 那我现在立马去换衣服啊 别耽误了发早餐 好好干啊 是的 你可以继续坚持 李教授 吃饭了 小头啊 怎么我觉得你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您是说这个防护符上的鸵啊 不一样了吧 对对对对 我的名字呀太难念了 李教授 您以后就叫我兔子啊 明白了 你这是为了方便大家呀 算是吧 快吃吧 王大爷 王大爷 您今天看起来啊 比前两天气色好太多了 您使把劲 争取早点让医生把管子跟您拔了 到时候啊 咱就大口地吃肉 大口地喝酒 我还可以陪你喝两桩呢 咱咱吃饭了啊 你身上画的是哪部动画片里的呀 我怎么没见过 这个呀 这个是《杀毒兔》 新的动画 我画的 我画的 你画的 我不信 那我要是证明是我画的 那你能自己吃饭吗 能 等着啊 看着啊 我 Heather 好啊 你让 colleague 把劲查看 你好了 ивать 画好了 厉害吧 还真是你画的 太厉害了 以后你们呀就叫我兔子叔叔 好 好 那杨姐 你开始吃饭吧 我阿婆会回来喂我的 你刚才是怎么答应我的呀 说话不算话 不是男子话 你想不想我的新动画里面 有一个叫杨仔的人物啊 他是好人坏人 这个要看你的表现了 你要是全天不哭的话呢 明天早上就应该会出现 身份应该是个小英雄 好 叔叔 叔叔 能不能把黑板转过来 我们看不见 这个不用转啊 我跟你们说啊 杀毒兔家族呢 有三位公主啊 就是你们三个人了 等着 你们三位公主啊 你们三位公主之后 你们三位公主 你们三位公主啊 还有门 你们三位公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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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三位公主啊 露露 你看中间那个是不是有点像你啊 是吗 我觉得像我 是吧 来来来 抱饭了 这张床上 之前住的是一个小姐姐 但是昨天 我已经把她送出院了 你就好好吃饭 好好地配合治疗 争取早点 让我把你送出院好不好 来 带你来 看什么呀 你不是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 但是如果你要是跟小朋友一起叫我兔子叔叔的话呢 我就喜欢了 小的美 少在这儿充大瓣 好好干活 回头我要来检查 快去叫主任 好 来 我来吧 我来吧 你去拿你的 来 我给您拍拍 来 放车送 放车送 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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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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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晚上玩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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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小雪 没事吧 先不要休息会儿 不用 那去拿个床 慢点啊 护士长 怎么样了 病人暂时安全 还要和小雪判断准确 抢救及时 主任啊 还表扬他俩的呢 来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谢谢 你们去吧 这里交给我 走 走 走 好 吃饭了 谢谢兔子叔叔 不客气 来 吃饭了 杨仔 谢谢兔子叔叔 不客气 来 张嘴 谢谢兔子叔叔 兔子叔叔 你能给我画幅画吗 好 兔子叔叔 你画得真好看 大爷 您不能拔管子 您得听话 您要再拔的话 我们现在把您的手和脚绑起来了 那样您会很不舒服的 大爷 你再画老婆试试 便利用纸 嗯 笔和纸 来 这肯定是老伴儿的电话 你打一个试试 电话声音那么小 大爷耳背听不见 加微信 看见更重要 我请拿过用手机啊 好 疼了 疼了 奶奶 爷爷 这两天状态不好 我们才是想您了 治疗上您放心 医生说了一定能治好 您和他说 好 你又不乖了 人家护士都给你告状了 我想你了 那你就好好熟悉 好好吃药 好好吃饭啊 我在家等着你 我怕你 别担担上了 有没有人知道 给的我 走了 感情大爷 她是听得到 骗过我们的 肯定听不到 奶奶说什么 大家都会猜的 剪不坏 想你的样子 嘚瑟什么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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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子师叔 你不是喜欢 撑大饭吗 来 满足你 送完饭 搞完卫生你就在这儿喝着吧 为什么呀 整个六楼就你一个正劳力 你不在这儿待着 回头我找你的时候 难道我满楼到的喊 热门 这个不是动物状 给人起外号是不礼貌的行为 拉倒吧 这样子你就承认了 小时候就有人给你起这个外号 你还为此和人家打个价呢 行了 不废话了 办活吧 办完活 老实在这儿等着啊 我前两天是帮过你 但是我是一名志愿者 不只是给你一个人指使的 别说我一个人 全科所有的护士 快一个月没有休息了 正好你来了 别喊一下动一下的 有点眼睛下 我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俩什么情况 来 别玩了 吃饭了 谢谢肚子叔叔 不客气 杨仔 这是你的啊 谢谢肚子叔叔 谢谢肚子叔叔 不客气 好好吃吧啊 开饭了 来 这是您的啊 谢谢 小心烫着啊 大爷 这是您的餐啊 对啊 对啊 顾市长 你干嘛呢 昨天有人把你的照片啊 发到医院的群里了 反响可热烈了 所以杜导员说了 让科里多给你拍点照片 好跟其他的支援者交流 你继续啊 顾市长阿姨 我要和肚子叔叔合照 好呀 那来吧 还近一点啊 好的 一 二 三 我也要 我也要 那再继续吧 兔子叔叔 我也要 我也要 你好受欢迎啊 我也要 好 来啊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李教授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李教授 您坚强一点啊 您这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 肯定有很多学生 都拿您当榜样呢 童子叔叔啊 李教授 这是他们开玩笑这么叫的 您千万别这么叫 这个玩笑开得好啊 亲亲 我有件事 想拜托你 您说 您说 妈 胡子秀 妈 一定什么时候误会了吧 你听我跟你解释一下 我说你犯错误了吗 不是都说 妈妈叫全名的时候 就是要大难临头了吗 算你小子聪明 老实交代 你到底在哪儿 长沙 那好 把你这些天的灵感 拿出来给我看看 干吗给你看呀 你不是整天闷在屋子里画画吗 把你画的画给我看看 画呀 画今天刚送公司去 准备整理一下就出版了 是 兔子叔叔系列吗 你不在长沙 在武汉 对不对 虽然你穿着防护服 戴着口罩 戴着防护镜 但那些卡通的兔子 妈看得出来 那就是你画的 妈 妈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你还解释啥呀 你也上网搜一搜 兔子叔叔 你现在都成名人了 真的 我就纳闷了 你不是不喜欢小孩子吗 怎么和那么多孩子 打成一片了 妈 这也是这次我来武汉 一个很大的生活 以前我的作品呢 都过于成人化 这是我在创作上 最大的一个壁垒 但是经过了这次的锻炼 培养出了我对小朋友的耐心 让我走进了他们的心灵世界 这也让我的作品 更进步了一大劲 妈 你不生我气了吧 妈 妈不生气 妈觉着 我儿子长大了 成熟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你能做出这样特别的选择 妈为你骄傲了 妈 妈跟你说啊 很多人看出你来了 都跟我说 是我这个学医的妈妈 影响了你 妈 也跟你占光了 妈 老黎 老黎 大夫快快 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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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黎啊 血压七十四十 血氧降到八十 准备讲究 呼吸型分剂 克拉明诺布林 零点三七五入壶 收到 简易呼吸剂 快 患者出血试掺 准备出颤 不程度 没有反应 没有恢复 失败 准备心肺复苏 涨锦 业文已无声の一条 鹿主任 准备出领备出领备出领备 就是这样的 在这里 那是我 或者去 我还说 派宇留 去办公室 那我 我会 exceeds 好好地 上面 去办公室 整理人 不完公室 去办公室 去办公室 这辆并不和 会让你无所得 打本公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确实是个还赶紧的人 他不好意思让我们清理身体 他以为他多久 别哭 小雪 要忍住 我们就化了就没法搞活了 人中有意思 这是自然界的坤人 我们无法阻止死亡 能做的就是对生命更加尊重 小徒作为一名志愿者 替我们给了老人最后的尊人 真的是很了不起 小徒作为一名志愿者 兔子叔叔 明天我就要出院了 你能不能给我画几张画 明天我回家带给我儿子 当然没问题 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呀 我就要防疫的 我最喜欢你画的 兔子叔叔打败病毒的 没问题 谢谢 兔子叔叔 后来给我也画一张好吗 好 一 二 三 茄子 一 二 三 茄子 茄子 特殊了 我们有了 我们有了 好 好 好 那你们站在后边 我这个样子 来吧 准备 一 二 三 茄子 出来了 出来了 妈妈 妈妈 看着 怎么样 小宝贝 还行吗 你们的行李啊 你 你就是那了不起的 兔子叔叔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您就叫我兔子就行了 你对我们养崽那么好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 怎么谢谢你呢 你有对象没 阿姨给你介绍一个 谢谢你了 阿姨啊 行 你快忙吧 我们走了 行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九七大哥 喂 是兔子叔叔吗 行啊 九七大哥 你就别笑话我了 明星管我叫大哥 真有面子 你别逗了行吗 什么明星啊 如果不是碰到你的话 我在武汉 还不知道混成什么样呢 那是咱俩有缘 你看 我这儿送个医生来 就看见你了 你在哪儿呢 找找呗 在哪儿啊 是 认识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不不不 是我幸运 我三生有幸 等疫情结束了 还迎常来武汉 我请您早上热干面 中午五昌鱼 晚上周黑鸭 那行 那等疫情结束之后 我也请大哥去我老家玩玩 早上吃饺子 中午乱炖 晚上呢 就撸串 咱们一醉放休 好 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你们家乡来支援武汉的 第一支医疗队 已经完成任务 准备回去了 上级领导的意思 是想让你跟着一起走 我其实不急啊 我看过你们家乡的报道了 你不急 家里老人急啊 护士长 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啊 我们要谢谢你才是 这些画都是你在科里创作的 我已经削过多了 能不能把他送给我 承蒙不弃 求之不得 你也喜欢漫画呀 我是想把他留给我的孩子 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 我也曾经和一位兔子叔叔 一起工作过 那男孩还是女孩呀 还不知道 你猜对了 这段日子他一直陪我们参加 抗疫的战斗 原来护士长您怀着孕呢 那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呀 知道有他的时候 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我没有向院里汇报 这个时候是最缺人手的 我怎么能走呢 不过昨天已经禅见过了 一切好 护士长 您真是厉害 而且对人还特别好 还特别随和 这小雪那姑娘 她且得跟您学着呢 你找我呀 你找我呀 你要走了 是啊 我老家还给我搞了一个欢迎仪式 弄得我还挺尴尬 你来武汉 不会是为了出名的吧 你胡说什么呢 我真的是走错车厢了 我要是知道 在这儿能遇到 你这么一个厉害的主啊 我才不在八号车厢兜留呢 那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我听说你邀请零零九七 回老家做客 带我一块儿呗 我带你干吗呀 你这些天都快烦死我了 你怎么知道 我认识零零九七的呀 你猜 他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我要是说是呢 那也挺好的 就是你有点配不上人家 那也没办法 我和他认识二十多年了 他也甩不开我 二十多年 嗯 他是我哥 那看在你哥的份上 我还是把你带回老家去吧 那你得把口罩摘了 我得看清楚 你到底长什么样 我可是严控 那可太巧了 我也是严控 被你使话了这么久 我还没见过你的庐山真面目 在回老家之前 我们总要见见彼此吧 那咱们两个一块儿把口罩摘了 我数到三 咱们俩一起转身 一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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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二 三 一 二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